澳联市公所爱心礼券今年共要送出1275500元 加汇1317户中低收入家庭 而即日开始委托礼干事发放 而市长魏佳彦还有市代汇的多位代表们也亲自前往贾乐福 教导民众采买药诀 同时也提醒爱心礼券不能够买烟酒 希望社会的善心能够让弱势民众温暖过节 从爱心围炉餐会到爱心年菜 最近几年改成发送爱心礼券 让弱势家庭能够前往大卖场采购自己需要的年货 这是华雷施工所集结各界爱心所推动的年节关怀政策 为什么会换成爱心礼券 原由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在发送我们的年菜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可能一户后可能就是一个人 他可能会吃不完 那其实现在换成礼券的这个方式 那可以他自由的采买想要吃的东西 那也避免到浪费 那他可能想要采买的东西也不一样 那就用这样的礼券的方式来换给他们 那也希望说他们能够在年节的时候 不管他要吃什么 他都可以去做自由的一个采购 那其实这一次也我们的总金额是127万 那总共会发放我们1317户 那其实也希望说帮助到我们所有比较弱势的一个家庭 那未来也期盼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金额上面 能够多增加 让大家采买的这个部分 能够多一点更丰富的一些资源 华联市民代表会也全力支持这项政策 首先要先感谢我们华联各界人士 对华联市公所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支持 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家庭市长 非常努力的来推动各项的社会福利政策 来关心我们地方的弱势家庭 那在代表会这边也都会全力来支持 像这样子一个爱新年菜的活动 让我们华联市越来越幸福 市长和多位代表们 特别前往大卖场示范采买年货的药菊 除了烟酒之外 民众可以使用爱新礼券 采购自己需要的年货商品 华联市爱新礼券 即日起委托礼干事发送 将会有1317户中低收入家庭可以收贿 金龙暴尊尊风暖 雪像农年暴风年 这里会华联市报道